这几种相当注重食物的保鲜效果 例如透过密集的喷雾冷流于底部的金属盘 达到商用级的快速冷冻以维护食物组织 若一周内就要食用的肉类或鱼类 则可利用其涉事-3度的微冻结技术 即省去湿后解冻的时间也可保持良好的口感 另外,据保湿功效的蔬果是搭配上9OEX健康科技 有效益菌除臭,益确保食材的营养不过分流失 重要的是它能感应亮度、环境与冰箱的温度、开关次数以及收纳量的变化 并在使用频率低时自动转换成EcoNavi省电模式 更别说还有自动感测制冰 以及IoT智慧遥控和声控等丰富的使用功能 都让其深受消费者喜爱 冰箱内物品一多,要找东西就很麻烦 在这种情况下便能将LG的Instaview悄悄看冰箱纳入考量 由于只需轻敲门上玻璃便能看见门内物品 故能先看准位置再打开 有效缩短开门时间及冷空气的流失量 再者,其透过特有的直驱变频温控技术 不仅能达到节能省电的效果 也因缩小温差而更能维持食物鲜度 821升的容量即使是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也相当堪用 再搭配上多个置物空间及可折叠的层架 再摆放上相当弹性自由 而置于边门后的置冰气厚度较薄 因此不会占用到太多内部空间 顺带一提,其还能制造冰球 透过APP远端遥控,这实为提升生活质感的全能家电 原本就以高品质家电著称的Hichachi日历 近年在邀请人气乐团代言旗下冰箱后 热门程度更是水涨船高 这款RXG680AndreE在网络上获得大量关注 其使用强化玻璃制作冰箱门 再搭配黑色机身与银色点缀 外形既简单又时尚 功能方面,除了常见的极速冷冻LED照明外 还拥有可调温的保鲜室 蔬果与肉类乳制品模式随切随换 使食材食时处于最适当的保存环境中 另一贴心特色是烤凉到温热的食物会造成冰箱升温 此机款增加了极速冷藏区 会自动侦测放入食品的温度并加速冷藏 从此以后吃完的剩菜就能直接进冰箱 可说是忙碌人士的一大福音 此款六门变频冰箱的内部 共有五室、野菜室与下层冷冻室 也都各自分为两段室 因此可以彻底将食材分门别类 对于经常采购各种大量食材的大家庭而言 实属便利 再加上独家的Renicat光背镜技术 能避免内容物滋生细菌、发臭 另外,冷藏及冷冻采分开的专用冷却系统 使其分别控制在最合适的温度与湿度之下 更可依据食材种类设定不同冻结速度 需解冻时 则可将食材放置在特殊的抗菌鲜冻保鲜室中 只需半小时就能正常切煮 是备料时的好帮手 以生活家电闻名的本土品牌大同 旗下的便瓶冰箱也有着蛮高的评价 本次推荐的这款最大特色在于有着780升的大容量 足以供应三代同行的家庭使用 上层打开之后可以看到被分成两边的冷藏空间 左右的分层、高度能分别调整之外 蔬果也能够分类后放在不同格 至于冷冻箱 则有着急冻层、根治冰功能 大容量冰箱该有的性能一应俱全 惊喜的是此款甚至内建了绿水器、根饮水机 无需再另购相关用品 就能喝到干净的常温水 一台就解决许多生活需求 加上价位在大容量款中也不算高昂 整体性价比十分吸引人 这款冰箱在众多产品中十分吸睛 鲜红色外形搭配金属手把 就像是电影场景中会出现的家具 而且机身宽度只有55厘米左右 是市面上数一数二不占位的款式 对于一人居住或不常开伙的小家庭来说相当便利 功能表现也称得上是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冷冻及冷藏室都能分别调整温度 且能为蔬果香改变湿度高低 并独特地增加了两个酒瓶价 让家中没有空间另外买酒柜的人也能喝到最佳状态的酒 但因其冷冻室也仿古地设置在上方 想取用冷藏的食材 可能会需要蹲下喜爱烹饪的人 或许会觉得有些不便 辉尔普的这款冰箱为少见的落地式双门队开款 冷冻与冷藏分别在左侧与右侧 除了增加了冷冻式的空间 也更方便取用 虽然如果较习惯常见的上下层冰箱 刚开始可能用的不是那么顺手 但对常购买冷冻食品的人来说相当具吸引力 另一方面 其运用了多种技术以保持冰箱内部的卫生 首先以离子液均减少肉品的气味 并会自动侦测状况调节温度和趣味 有效维持冰箱内部的卫生 加上还可以集油触控面板快速切换于自动即假日等模式 想要快速冷冻亦有对应选择 想尝试传统双门冰箱外的款式不妨参考 此款变频冰箱的收纳空间相当具有弹性 除了多个可调式的收纳棚架外 其制冰盒及密封弹盒皆可随意移动 因此若平时没有使用还可以取出 以制造更多储存空间 另外 冰箱门后的收纳位置也十分充足 即使是体积较大的两升大罐饮料也能轻易摆放 相较于以往需开门从内部旋钮调节的机种 使用者可善用门上的触控式面板进行五段式控温 不怕开开关关影响温度 然而需注意的是 因此冰箱为单开式且机身稍宽 故在购买前务必先确认冰箱位置前是否有足够空间 才不会造成动线受阻 说到冰箱制品 多数人可能都会先想到日本或国产的品牌 不过这款来自德国巴士的产品表现也不容小 上下双门之中具备了冰箱式和蔬果制等空间 能以最佳方式保存不同食材 独特的还有一个专门放瓶罐的制物架 刚好能够放入葡萄酒、香槟等洋酒 可说是欧洲品牌才会有的小巧思 除了机能之外 最吸引人的是它的外形 窄型机身容易放在空间有限的小家庭使用 甚至有18种颜色的选择 能自意配合装潢风格挑选 需要注意的是能效紧达二级 重视电费的话可事先精算 针对独自外塑者 相当推荐这台191升的单门变频冰箱 虽然尺寸、容量都不大 但还是有相当丰富的功能 像是侧边的鸡蛋架、大型饮料制物架等 且内部的层架为可耐重150千克的强化玻璃 不怕会轻易破裂 最下层的空间还设计有魔术保鲜盖 能有效锁住食材水分 达到良好的保鲜效果 然而 这种冷冻、冷藏出于同事的小冰箱较容易结霜 因此建议放于冷冻库内的食品 尽量于2-3天内使用完毕 并依情况定期进行除霜 才能保持良好的冷却度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 给我们留言吧 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 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 以了解最新评论